大家好 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简单的实现了一个用户列表页这样一个功能 那这节课呢 来带着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留言板 那看一下我们留言板的一个功能 首先做这个留言板呢 我们需要按照几个步骤来做 那第一个呢 先带着大家来实现一下添加留言的这样一个静态页面 那第二步呢 我们再来实现添加留言这样一个功能 那留言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留言列表 最后呢 再对我们的列表中的留言进行编辑和删除的功能 那再看一下我们要形成这种留言的一个形式什么样的 这呢 已经简单的给大家画了一个图 那现在如果有留言的话 可以通过留言列表来查看到所有的留言 那接着你看到有留言的编号 标题 内容 留言者 包括留言人的心情 以及发布这个留言的一个时间 包括留言者的IP地址 那如果是管理员看到的之后呢 他可以对这个留言进行编辑和删除这样一个功能 那再来一条留言是依此类推的 那这是一个留言列表页面 那有了这个列表页面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实现添加留言 那需要看一下这个表单页面中有哪些我们需要来得到 像标题啊 内容啊 留言人心情发布时间 发布时间我们可以不用得 IP地址呢 也是不用在表单中来得到的 那好 那现在主要就是标题 内容 留言人 心情 这样几项内容 我们需要在添加留言的时候 让用户来写 好 那我们一起先来实现第一个 添加留言的一个静态页面 先把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好 那接着呢 我们在这来一个message 代表我们的留言 在message中呢 我们来一个index.pwp 首页 接着呢 再来一个i的message 添加留言一面 在添加留言一面中 首先呢 我们应该先来一个 表单页面 比较简单 通过form来布格局 提交到哪呢 都提交到doaction中来处理 message等一个post 那现在可以来写 通过表格 简单布一下局 写成一个标题 或者先写成一个标题 来一个input type 等一个text 起一个名字叫title 留言的标题 可以来一个pleaseholder 请输入标题 这是第一项 好 简单的给表格来的样式 border 1 宽度 80 cell拍顶 0 cell spacing 也是0 再来一个bgcolor 警号abcdef 有了它之后呢 再来第二项标题 项 留言人 先来一个 留言者 起个名字叫username 再来标题 再来一个内容 拟称 内容这呢 我们可以选用什么呀 我们的多行文本框 text area name呢 起身一个内容 content 列呢 来上 40列 5行就够 你可以在这来一个pleaseholder 请输入 留言内容 在这呢 还可以再选择一下 留言者的心情 那心情这呢 我们可以在这给大家准备了几个 小心情 简单的实现 不让用户来上传文件了 让他来选就可以 在这你看到 准备了这样一些 动态的图片 代表着不同的心情 咱们要 7个 包括了一个随机的 把它剪接过来 放到哪呢 放到我们这个目录下 放到imagine 放到这里边吧 来个imagines 粘过来 那在这呢 就可以通过单选框 input radio 用户来选择 它的心情 name呢 写成一个 心情写成 心情吧 value等于一个 假如说选择的是 1.gif 1.gif 你可以这样来写 那现在呢 后面应该跟上一个 小图标 小图片 img src等于一个 imagines下的 1.gif 这样的效果 有了它一个呢 把它一复制 第二个 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第三个 再复制一下 4.5.6.7 再来一个随机的 2.3.4.5.6.7 再来一个round 那随机就可以 稍微改一下 6.5.4.3.2.1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如果你想要头像的话 也可以让它来选择一下头像 那在这呢 心情和头像效果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再写了 那先简单看一下 再来一个按钮 tr td cospa 等于一个2 发布留言 发布留言 这样的效果 message下 有一个addmessage.prp 这是放大的效果 这是正常的效果 那接着这个图片 有的大有的小 我们可以统一设定一下也行 或者就这样也可以 选择哪一项 默认的可以是第一项 让它被选中也可以 checked等于checked 那简单的 那简单的再提示一下 写上一个 第一个是高兴 title 高兴 或者开心 开心 那接着看第二个是流泪 伤心 伤心 第三个呢 再来一个 这是 dus 还扭 扭着屁股 是不是可以写成一个 dus 第四个 这个是 都攀那儿的 委屈 第五个是纠结 第六个是 泪奔 泪奔 第七个都撞墙了 应该是 无奈 最后一个随机 好 这样一个效果 你看到你想要的内容 可以写上它的留言者 标题 输入一下内容 接着呢 选择一个心情 点发布留言 如果成功的话 这条留言 应该就 被保存起来了 那现在没有学过 数据库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 把它保存到书组中 写到书组中 把它保存到 我们的文件中 来存储 这是第一个 简单的页面 做完了 这是前期的准备工作 那下来之后呢 大家也是 按照我这种形式 把你的这个前期的 添加留言页面 来把它准备好 那接着呢 我们再来实现 这样一个功能就可以 好 那这节课呢 简单的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